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体为世间百态 游览大好河山呢 更别说还有以微信抖音这些社媒平台养家糊口的华人自媒体了 随着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 前不久印度政府宣布全面封印了59款中国软件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随即发表言论说 美国正在考虑禁止微信 TikTok 等中国软件 前几天 在美国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Amazon 等公司工作的华人同胞表示 收到公司发的官方邮件 强制要求员工卸载TikTok 但随后公司又补发了一封邮件 说是一场误会 刚才发的邮件是一次失误的操作 这下彻底下着众多华人公报 现在纷纷在找微信 TikTok 等软件的替代品 提前转移阵地 开通Line WhatsApp 拉群 下载Telegram 等 但实际上小编经过一番查证 从而得出一个相对可靠的结论 那就是封不了 封不了 封不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因为特朗普反对 技术上不可行 且法律上不支持 接下来小编一一为大家分析一下 给大家宽宽心 降降红 川普可能会反对 中日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表示 鉴于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的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议体 而近年来 美国与中国的国际关系已愈演愈烈 美国不应该再采取封杀TikTok和抖音的强硬手段 来使美中关系更进一步的破裂 因此他会极力说服川普反对封杀TikTok和微信 技术层面也无法实现 第一个技术手段是处罚最严格的应用禁令 此禁令发生在网络级别 阻止服务器与该国用户之间的任何通信 这是印度最近执行的封死TikTok的方式 但是美国法律没有以这种方式阻止软件的先例 因此白宫似乎不太可能执行这种禁令 而且现在服务器都云化 很难封杀 比如可能最后会演变为猫捉老鼠的游戏 最后很有可能只能依靠建个防火墙 估计国会不会批准这个预算吧 第二个技术手段就是通过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OS来实现 CFIOS是监督涉及非美国公司的合并和投资的机构 该委员会可以使TikTok进行重组 使其在美国的业务与中国业务进一步分离 甚至可以让Beatdance出售Music到Roy 使其美国应用程序可以帮助TikTok在美国启动 不过它仍然不完全是一个禁令 而且这种办法也肯定不会推广到 所有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对于美国可能发起制裁的消息 抖音多次否认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管 这是该企业试图摆脱国际封杀危机的做法之一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尔罗又表示 即使抖音选择出售业务给美国企业 也无法解决其问题 如果抖音成为一家美国公司 那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帮助 那我说到 因此情况会变得更糟 我们将不得不向中方提供数十亿美元的版权 让抖音在美国的土地上开展业务 这种操作方式可实现的可能性也并不是很大 第三个技术手段是美国政府将TikTok微信等软件 从iOS App Store和Google Play Store中下架 这样会大家降低TikTok的吸引力 特别是Apple的iOS系统保持严格的控制 美国绝大部分用户并没有越于iOS的习惯 因此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做到对TikTok微信等软件的限制 这种操作性最强最可实现 如果最后果真如此 大家也不必慌张 手机里已经有这些软件了 千万不要删除 可不受影响正常使用 如果不小心删除了这些软件 则iPhone用户可重新申请一个中国Apple ID 登录后从中国App Store下载就好了 安卓用户同理 所以当美国政府还没有出手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已经有一万种办法去应对 大家还有什么可慌张的呢 在想已经被制裁的华为中心 甚至前段也闹得沸沸扬扬扬的中国电信 在美国不都没有完全的销声匿迹吗 Amazon上华为手机张扬卖 中国电信的信号继续覆盖美国境内 由此可见 禁与不禁 真正实行起来 绝对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的事 还有就是法律执行上的困难 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所赋予公民的权利 美国公民之间的通讯是受到保护的 如政府强令执行禁令 会引起美国民间的集体诉讼 并由最高法院进行审判 也就是说 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做 那身在美国 靠微信引张户口的劳动人民 还有广大TikTok的用户 就可以团结一致 站起来撞靠美国政府 就如前几天美国政府下令 所有上网课的留学生 都不得滞留在美国 这一禁令可把美国各大高校惹怒了 纷纷站起来要起诉政府 这诉状刚交上去 美国政府就怂了 立马撤回了这条禁令 所以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仰手扇自己耳光的行为 美国政府以后可能会慎重的去做了 综上所述 抖音微信禁不了 观众朋友们怎么看呢 是不是又可以去开开心心 刷朋友圈和TikTok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